聽到一個新聞說草農村快會清晨重現 這個就來的確是 這個屋村其實很大 但整個點這裡是5.1萬平的土地 座數有11座 有3座矮的 其餘都是高的 你看到這些矮的 最出名的是上面有一個操場 有一個草農村的特色的特色場 打卡點就是 躺著停車場樓梯就走進去操場 操場就有很多人玩的 這裡就有很多人的打卡點 整個村就有 在香港負販會那邊住宅 建築師或者建設師 就有巴丹南馬那些設計 平均7,450火 有大有小 建築就由230尺到745尺 都住了多少人 如果要安置上來 政府真的要花時間 20年應該多一點 我猜就要慢慢搬 因為現在都在說一個消息 我都希望它重建後 還有一個這麼大的天空 這裡的配套也很棒 交通配套 港鐵廠不少 房間裡有商場 有食肆 有街市 基本上很方便 走出去大街 又有巴士乘搭 又有小巴乘 相當精彩 至於原子保留 我覺得應該沒什麼機會 以前這個房間 基本上所有人都要走樓梯上落 之後就政府幫它加裝了電梯 然後才有升降機 不過都舊的 可以重建 應該的 你在九龍市中心 有一個這麼大的地皮 我不知道 整個人想來 把公屋 當是一個勾地表 勾出來去賣 有機會就好像 隔壁鑽石三角 你快點公屋 或者是居屋 看他怎麼去分豬肉 趁現在都是一個消息 所以過來走一走 有些朋友住在這裏 特地過來拍攝 真的很像 這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 經過不太一拍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我是路士 我們下期見 拜拜